在亞洲地區特別多人患胃癌 有八成病人往往因為太遲發現 最後要做胃部的切除手術 醫生說由於消化主要是在小腸進行 病人切除胃部之後一段時間就會適應 不需要過分擔心日後吃東西會有困難 都使人工作繁忙 有時性無定時,間中出現胃痛 但這些常見的症狀有可能是胃癌的初期病症 由於食胃藥都可以止痛 很多人往往會有出血才入院求醫 嚴重就會直接吐血 如果是慢一些,被胃酸分解後 會有啡色的物體出來 因為長度有些細菌會把血色分解 變成黑色,好像芝麻糊 所以如果把大便出來像柏油芝麻糊 都立刻要求醫 無論是否胃的問題 總之是把芝麻糊 其實是代表長度有出血 香港沒有胃鏡普查 每年大約一千個胃癌新症中 超過八成的人在發現時 已經是第三期或以上 一般來說都會做手術 可以切除部分或整個胃 如果腫瘤在胃的兩端 可以只是切除部分的胃 再薄12指長 個胃縮小了 加上用來殺菌的胃酸分泌少了 所以病人要改為小食多餐 而萬一吃了細菌的食物 會比較容易有腸胃炎 不過如果腫瘤在胃的中間 就需要切除整個胃 沒有胃就不能吸收維他命B12 影響身體造血 嚴重的會造成惡性貧血 全胃要長期打維他命B12的針 因為胃子在胃頂部 如果全胃切除那部分沒有了 手術之後的復原期 我們會初期剛剛 比如做完手術 初期一兩天 我們都會建議吃漏質 但是跟著往後 一個星期或者兩個星期 我們會建議吃軟餐 這個時期其實是給病人 去嘗試去感受一下 吃了下去的感覺是怎樣的 這件事就很奇怪 有些人會發覺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那就很快可以吃回正常 但醫生說 因為胃和其他內臟接近 容易癌細胞擴散到肺或腹膜等 不能夠切除的部分 所以做完撤胃手術 都還要再決定是否需要配合化療 無線電視記者鄭順文報導 鄭順文 想預防胃癌要注意些什麼 有研究說 經常吃含有壓硝酸炎的食物 例如火腿、香腸、午餐肉等食物 是有關的 所以大家都要吃少些 如果本身曾經有過胃潰陽 不做過胃手術的話 患胃癌的風險都是比較高的 始終胃癌初期的病徵不明顯 如果覺得自己經常是胃痛 覺得消化不良 沒有胃口 而且又瘦的話 真的要照一下胃鏡 才知道是否有胃癌 好